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武昌区 感受古运武昌今朝美 文脉复归换心炎 要说咱们武汉哪里最有文艺范儿 老武汉呀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 是唐花林 唐花林呢位于老武昌的东北角 它被誉为是活的武汉静代史书 是武昌古城之根文脉之源 在这条1200多米长的历史文化街区上 聚集了52处近百年的优秀历史建筑 中国近代教育在这里发端 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 第一座室内体育馆在这里诞生 如今它成为武昌古城打造过程中 第一个建成对外开放的重点项目 我们是秉承的旧城复修文脉复归 生态复原生产复兴的原则 突出差异性为古城复魂 突出潜欲性为古城复神 突出人文性为古城复情 坚持景区 街区 社区 山区拥活 生产 生活 生态 三生拥活来推进古城建设 2019年3月 唐花林历史文化街区 核心区二期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程启动 最大限度还原历史建筑风貌 让百岁老房子缓发新生命 咱们这边有一个机关 那我们看来看看 对 我们往下面看一下 就是按照这个建了之后 我们这个上面的天幕 可以完全打开成一个透明的玻璃房 对 像一个阳光房 就比如说冬天啊 咱们在这边会举办一些读书会 这阳光洒落下来啊 就显得非常的有氛围 依托唐花林深厚的文脉底蕴 各种文创店让人耳目一新 开业刚满一年的小檀檀邮局 主打手写书信 不仅可以寄给别人 还能寄给多年后的自己 杨子江樱花主题店的各种樱花食品 不仅美味 也是游客们首选的 最能代表武汉的伴手礼 大水的店 以手绘文创的特色成为网红店 传统的旗袍 汉袖 更是与现代时尚撞出了火花 谭花林我们来的时候呢 它那个非常的冷清 没有几家那种商铺 这条街慢慢就热闹起来了 就有很多其他的商家都进来了 一到节假日 街上就是人头传动 明年是武昌古城建成1800周年 古城的保护者们正在亲力推进 一纵三横特色空间结构的更新 实现武昌古城的整体复兴 现在谭花林变化已经非常大了 我们未来一个美好的武昌古城 一个更加血淡的谭花林 有味道的谭花林 有活力的谭花林 一定会在下一个十年 出现在我们的广大的市民面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保护好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 也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 为古城的保护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让武昌真正变成一个祥和之地 发展之地 一个承载着记忆和乡愁的地方 我现在是在中碳灯公司的所在地 这栋大厦刚刚投入使用 同时它也是武昌区重点打造的 碳金融聚集楼宇 现在全国已经有2162家发电行业的重点控牌企业 通过中碳灯开立了账户 在首个旅约周期里 中碳灯协助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发放碳排放配额超过了90亿吨 登记资产总额超过了5000亿元 2021年7月16号 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正式启动上线交易 上海市交易中心 武汉市注册登记结算中心 也就是我们中碳灯 我们在全国太市场当中 承担着确权登记 分配纽约等职能 是全国碳资产的数据中枢 同时我们也承担着 全国太市场的交易结算工作 是太市场的银行和仓库 就在同一条中北路上 相隔不到两公里的位置 是已经运行了八年的 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它也是全国首批 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其中的一个 在这里 湖北碳市场的交易主体 有将近16000户 累计成交额达到了87个亿 这个数字 相当于全国成交额的一半多 现在我们的交易中心 运行的怎么样 有没有一些创新呢 我们来请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 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运行八年以来呢 在整个碳金融市场呢 是不断地在开拓创新 各种融资的 创新的融资工具 其中包括呢 这个碳基金 全国首单碳排放权 支援贷款 碳托管业务 碳普惠 碳重筹 碳保险 创新融资工具 总共实现了这个融资总额 达到20亿元 那么同时呢 为了推进湖北省的绿色地产产业发展 我们成建了湖北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来实现这个项目主体 与多家金融机构进行线上对接 这么一个融资通道 有效提升他们的融资效率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 平台总入库的申报项目达392个 有融资需求的项目有175个 融资总额达到1129亿元 以实现77个项目的770亿元的融资 两家重点的涉探机构都选择落户武昌 看重的自然是武昌区雄厚的金融实力 目前武昌共有区域总部型和法人金融机构 360多家 去年金融业增加值达到了436亿元 占到了全市的四分之一 这也为碳金融产业聚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那今年的8月份 武昌区又成为了全国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地区 推动绿色新隐形激活经济新动能 武昌将依托中碳灯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 先发优势引进和培育一批碳金融企业 形成碳金融集聚区 同时因地制宜探索气候投融资制度 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为双碳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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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